どうもこんにちは、ヒットリン、ビキです ボン、親父、ありがとう 今天我想要教你 如何秒殺数字五十音 か、き、く、け、こう 如果你学过五十音 可是却常常忘记它怎么发音 那么我影片底下的资讯栏 还有留言板的地方呢 有附上如何快速记忆复习五十音的秘诀 提供你当学习的参考 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练习 いきましょう 等会我会按照笔顺、发音、记忆法 还有混乱练习的方式帮助你学习 第一个字来看到叫做 か、总共只有三话 いきましょう 来第一笔顺 い、じ、に、さん、か、か 再写一次哦 い、じ、に、さん、か、か 它的记忆方式非常的容易 只要在左边、右边加一个口 这个中文字很像什么呢 叫做か、小的か 你是什么か、你是Aか、还是Bか、Cか、Dか 它只是多加了这一点而已 有没有记好 再来第二个字叫做 き、总共只有四话 来看看我怎么写它 いきましょう 第一笔顺 左下到右上 い、じ、に、さん、よ、き、き 再写一次 左下到右上 い、じ、に、さん、よ、き、き 记法让我来教你怎么记它 这个字其实很像中文的去哪里的去 有没有 很像去哪里的去 所以我要请你造句 你去死的台语要怎么发音呢 你可以试着在荧幕前面念念看 是不是叫做 りきし りきし 所以这个字怎么念 叫做き き き 第三个字叫做 く 总共只有一话 来看看我怎么写它 いきましょう い、じ 没了ね 一话而已再一次 い、じ 又没了ね 吓死我了 这个字怎么念呢 跟着我念叫做 く く 好 教你怎么记忆它 这个字啊 我要叫你造句的 其实这个是注音符号的 七 七七七的七对不对 这个造的句子是这样子 七直 很 很干嘛呢 当然是很靠腰啦 く 腰 七直 很 く 腰的 く 有没有 七直 很 く 腰 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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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字叫做 け 总共有三话 来看看我怎么写它 一笔顺 い、じ に さん け け け 再写一次哦 い、じ に さん 跟着我念叫做 け け 好 我来教你怎么记忆 这个字 其实你要把它想象成英文字母的 け け 是怎么写的呢 是这样写的 对不对 结果呢 眼瞎了 写成这样子 好像け 最后呢 写得更扯 这个也叫做 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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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け 好 跟着我念哦 想象一下英文字母的 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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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字叫做 こ 总共只有两话 来看看我怎么写它 いきましょう い、じ に こ 再一次哦 い、じ に こ こ 好 接下来 我教你怎么记它 这个字 你就乱补嘛 补这样子 有没有很像什么呢 こ 对不对 こ 所以呢 跟着我念 叫做 こ こ OK 接下来 我要进行的是 混乱练习 等会你在萤幕上 看到 か き、く、け、こ 混乱的字母 看到什么 就要跟着大声念出来 帮助你真正的学会它 いきましょう 混乱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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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到生活流行的维画 重点是哦 我的价格便宜到让你觉得用零用钱在学日文的 所有的影片都能够无限次观看 反复观看 不会让你当台币战士 花钱买装备 其实我想要用一种吃到饱的方式呢 让你全部学会日简文法单字 生活维画 以及学校老师不敢教的技能 外面没教的 我通通教你 外面有教的 你也会学会 我是尼宏多老师 你的日本语老师 掰